大白天市區裡一隊迷猴兄弟 跑到里長服務處 爬站板不小心摔倒 總算跳上桌 看到一袋貓飼料 整袋拿走 就在旁邊轎車上狂嗑 但兄弟倆飯量大 一袋根本不夠吃 坐在巷子口 迷猴兄弟乾脆在巷子口 尋找目標守株待兔 果然有民眾騎車經過緊急煞車 拿食物餵食 聲東急西趁機離開 來 丟東西給它吃 迷猴兄弟大鬧地點在高雄前津區 距離柴山 車程至少二十分鐘 居民覺得很意外 我們在這邊住三十幾年了 從來沒有看過猴子到這邊 每天都在服務處 我也沒有看到有猴子 時機來到迷猴聚集地柴山 有民眾要去上廁所 發現已經被四隻迷猴霸戰 爬上爬下不斷亂竄 甚至會扯滾筒 衛生紙越扯越開心 還有民眾只是在路邊 要看夕陽結果 我的肉粽 你這樣拿太含了 還等著 正要吃肉粽 卻被猴子一把搶走 竟然會熟練地解開繩子 撥開粽葉 但不是貨地丟掉大塊五花肉 最後爬上樹 大口大口吃起肉粽 前幾天闖到屏東潮州市區的迷猴 伸手腳捷爬電線就像走鋼索 但最後卻被發現被電死 墜落路邊 專家說迷猴是母系社會 公猴長大點離開群體 才會不小心誤爽市區 提醒民眾不要餵食 否則迷猴恐怕會覺得 日子過得太舒服 不肯走 反倒更麻煩 記得參觀期三座網書宏 高雄屏東報導